樱桃好吃树南栽,作为一种水果,樱桃颜值很高,外表色的鲜艳,晶莹美丽,红如蓝脑,黄如明汁,富含糖,蛋白质,维生素脊钙,铁,磷,胎等多种元素,而且生血糖指数低,可谓明明可以靠颜值,偏偏让来拼实力,但这里要讨论的是,樱桃真的能补血吗? 能补血主要是和铁元素有关,因为血细胞合成,必须在铁元素充足小径下进行,而缺铁性贫血就是体内铁含量不足,那么樱桃能否补铁呢? 我们常吃的樱桃,每百颗爬铁量只有0.4毫克,与苹果每百颗爬铁0.6毫克,米,每百颗爬铁0.5毫克,葡萄每百颗爬铁0.4毫克大致相当 事实上,除了酸枣每百颗含铁6.6毫克,乐铃枣每百颗含铁2.9毫克等少数水果 大部分水果的含铁量都并不高,且吸收率较低 国内对野生毛铁槽的营养素含量进行测定发现,其中的铁含量的确越高于贫固和柑橘水果,但也只有6090MT100克 食物成分表中,野生百颗铁槽的铁含量能高达11.4MT100克,野生樱桃铁含量真的不少 但依市场上买不到这些野生水果,因为它们糖分很少 口味酸涩,一般人不爱吃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